于根伟十大进球的第十球来自于2001赛季天津客场挑战山东的比赛 面对强敌泰达对反客为主大举进攻 于根伟和卡斯蒂亚诺的这次空中二过一配合令人拍案叫绝 而根伟精准的抽射也让头顶双冠王头衔的山东队出乎奈何 这个进球配合流畅射门果敢 于根伟的射手气质展现无遗 言辨敖冬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久远的记忆 但于根伟嫌美极尽的经典画面却总让人记忆犹新 1999赛季于根伟在主场与敖冬队的比赛中就奉献了精彩的长途奔袭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一名射手的灵巧和速度 在于根伟这季漂亮的穿当过人中得到了升华 对于一名射手来说 速度和力量虽然可以通过训练来强化 但灵性却是与生俱来的 2003赛季客栈四川 于根伟虽然身陷重围 但他巧妙的脚后跟射门却让难于上青天的数道化为铲除 于根伟的灵光闪现表明 射门手段没有最正确 只有最合理 于根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无疑是他的灵性和速度 但在2005赛季客场对青岛队的比赛中 于根伟证明了他还是一门重炮 从拿球到摆脱 再到最后的拔角怒射 于根伟势大力尘的轰门直挂死角 青岛队门将鞭长莫及 只好望求心探 面对青岛防线的全力封堵 于根伟的这季世界波展现出了势如破竹的霸气 十大进球的第六球来自2003赛季天津主场 占辽宁的比赛 在比赛陷入1比1的僵局情况下 于根伟挺身而出 过人的技术和速度造成了于根伟 嫌美极劲的招牌动作 而最终这季反向抽射 从多名防守队员的缝隙中 逆得出入 撞住入网 其刁钻程度似乎上演了足球版的 刨丁解牛 天津男人向来不缺乏血性 于根伟更是如此 何况是在2003赛季碰上了对手北京国安 比赛中于根伟头部被撞破 那血流满面的镜头令人难忘 根伟简单包扎后再上火箭 带领队友浴血奋战 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凭借一记外脚被弹射 将比分班为1比1平 看着根伟在进球后的欢呼雀跃 最令人感动的是 他头上早已烟透纱布的那一抹血 天津男人的血性和豪气令人感动 于根伟之所以被称为天才射手 是因为他总能把速度技术和头脑完美的结合 2000赛季主场对阵沈阳 于根伟用他漂亮的燕子三超水冠决全场 尤其是这妙到豪天的最后一条 不得不让人感叹从射手到天才射手 区别在于头脑 天津队的灵魂人物在国家队 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将 2001年10月7号 于根伟在世界杯逸选赛 与阿曼队的比赛中 接郝海东的投球百度一记怒射 将中国队送入了韩日世界杯 这个标志性的进球结束了中国足球长达44年 无缘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 将涌载中国足球的史册 无愧位列于于根伟十大进球的炭花之位 十大进球的榜眼球 来看于大将军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如同探囊取物 2001赛季主场迎战陕西国立 全场被重点照顾的于根伟得球后 立刻陷入同围 面对国立队五名防守队员的同强比比 于根伟梅花建筑般的心灵舞步 将对手的强悍化为无形 而他成功摆脱后的这角怒射 更显示出势不可挡的王者之风 把心灵和强悍完美结合 对节奏的把握妙不可言 面对决境往往妙手频出 极品射手奉献极品进球 2005赛季是于根伟的风扇赛季 也是他加作频出的赛季 于根伟十大进球的状元球 就出自2005赛季泰达客场与上海国际的比赛 于根伟在比赛最后时刻两度力挽狂澜 他先是在第88分钟将比分扳平 当国际队在捕食阶段凭借点球再度领先 决查泰达似乎已成定局之时 于根伟再度诠释了10号的价值 这起世大历程的落叶球 不仅体现出了于是过人的脚法 也展现出了优秀射手 永不延弃 敢当大任 与强更强 舍我其谁的霸气和自信 如今壮士已然归隐 宝剑已经入校 但于根伟为天津足球奉献出的 这许许多多的精彩时刻 永远值得回味和铭记 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评论 实事求是的说 像于根伟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